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集气检测到 集气检测不到 这叫阴性 英文叫not detected 那么如果它集气检测到了呢 就是阳性 那么这个阳性呢 它也不管你CT值是多少 都统统都是阳性 也就是说你CT值40 41 42也可能是阳性 这样呢 领事馆在处理的时候 领事馆按照只有阴性报告才能给批绿码的 所以就是说大家拿到这种CT值大于35的报告呢 实际上看到新西兰本地的标准还是阳性 所以这种呢 在领事馆那申请绿码的时候 是不会被批准的 吴区海 拿到阳性结果需要再做一次才能确认 有的时候呢 是要看这CT值是多少的 那么CT值是越大呢 实际上反映我们体内病毒含量越少 CT值越小呢 反映我们体内病毒含量越多 总体来说吧 有人拿个CT值30左右的报告 拿过来的话 难道实际上如果是CT值小于30的话 说明这个人体内病毒含量蛮多的 那么大于30呢 什么体内病毒含量少 但即使病毒含量少一些的话呢 如果CT值还是走312的这样啊 或者是356左右 情况呢 实际上再做一次检测阳性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非常大 我的意思说就是近期说 比如说他今天做了一个检测 第二天晚上就想再重做一个的话 他这个可能再一次阳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你如果再拿一个阳性大 相当于大家这个钱也白花了 要搞得自己心情也不会好到哪去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说 如果说有这种CT值是30上下 30到35左右的吧 最好的办法呢 有可能是做是改一下机票啊 然后往后等一等 如果实在很着急的话 等两周左右的时间 如果不太着急的话呢 等三周左右的时间 希望那个时候能转音 也只能说希望啊 误区三 网络上有很多转音的方法 值得尝试 很多媒体啊 什么小红术啊 什么微信啊 这种消息版电费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说 基本上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 基本上时间的过程 大家可以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能找到一种方法 能让CT值快速的升起来 或者让这个病毒呢 很快的转音 那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个 让我们身体快速清除掉这种病毒的方式 那不就相当于我们把新冠病毒的问题解决了吗 那如果我们把新冠的问题解决了的话 那新冠病毒也不至于折腾 我们全世界折腾个底儿掉这么多年了 有的时候我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你可以把小红术上也好 还是微信上也好 那些方法都搜集起来 你列一个单子 比如说列20个 每一个你是一个星期 我保证你第20个也许就是最有效的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20个已经到了差不多4个月 5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我的身体自然就转眼了 搞了一大堆 搞得自己很疲劳 然后精神上也压力蛮大的 其实莫不如放松心情 吃好喝好 做一些适度的锻炼 然后呢有一些健康理念和生活 然后我们把自己目前的日子过好 然后等着我们那个体内的病毒 和一点点消除 和要我们的身体 一点点把它清除出去 这基本上一个过程吧 在一到三个月左右 大部分的时候是 感谢吴医生的介绍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惑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新西兰大小事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